这条数来说,这个分母的结构是1乘以3,又3乘以5 1,3,5这些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等差数列 如果是这样的话,先用英文字母做一次 1 over 1乘以3,我可以写作1 over a乘以a加d 在这个Case,也就是a等于1,d等于2 下一个Term,又可以写成什么呢? 就可以写成1 over a加d,再乘以1 over a加2d 有一件这样的东西,然后如此类推地加下去 为什么要这样写一个Genemic Form出来呢? 发觉原来这些Term都可以列项的 它就是一种部分分析的一种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一个分数,尤其是分母是这样 一个乘一个的话,就把它分裂 成为1 over a 那我们细心观察这个Term 如果我们将这个通缘分之后 当然就会得到我们上面的这个分母 而分子就是a加d 在这里,a加d,减这个a 那出来就是有一个d 有一个d在这里 所以我们最后就要将它整个 成为一个1 over d 在外面 这样才会等于外面的这个1 那旁边的一个,其实也是这样做的 那... 这两个Case over 之后 将会有一个1 over d在外面 那里面新的Term就是... 1 over a加d 减1 over a加2d 那... 然后... 如果我们将它group在一起的话 那... 1 over d就抽出来 那... 然后呢 有趣的地方就是... 见不见到这个是1 over a加d 这个项呢? 和旁边这个... 正1 over a加d 的项呢? 那刚刚好就可以互相抵消 那这个和这个... 弱杀了啦 那... 就是这样啦 那到头来呢? 无论你有多少个项 加在一起也好呢? 我最终最终剩下的括弧里面的那个东西呢? 就是... 原本开头的这一项呢? 就是1 over 原本的这个... 就是... 墳墓左手边成的那个东西 和1 over 右手边成的那个东西 那... 然后再... 外面再成一个1 over d 那就是这样啦 那... 这一种方法... 为什么我特地要讲一个genet form呢? 那... 希望大家下次见到这一种提型的人呢? 就不要被他限死 只是... 好像今次的special case a等于1,d等于2 那... 他有可能呢... 有时我们遇到的题目呢 有时他会转这种比例的 那... 那... a可能是... 4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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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遇到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抽出一个1 over D 在这个Case D等于2,也就是我们可以抽出一个1 over 2 而里面就是1 over A,也就是这个位置就是1 减最后的一个,也就是1 over 2N加1 1 over 2N加1 这个东西最终就会变成2分1 减1 over 2乘以2N加1 很简单,由于题目给了N,就是一个正整数 就是这个东西正整数之后,右手边需要减的部分 这个东西怎样都是大过0 减完一个正数的人,这个数一定会小过2分1 所以turn out出来的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小过题目 要求我们证明的右手边2分1 就是这样证明了